今天我们就来 批批八字 来呢 练习批八字 这时候 在场的各位 赶快把你们的八字送上来 但是 请各位要写上 要求叉叉年 叉月叉日叉时 叉时性别出生地 在座的各位 拿八字 要求叉叉年 叉月叉日叉时性别出生地 广东合园 农历的 1991 1.30分 广东合园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哎呀哎呀 还要找一下真太阳石 每次找真太阳石 我头就 广东 ok 没什么事 好 他提早个两分钟 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 1991年8月9号 8月9号 农历的 那西历 西历 9月16号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在看八字的时候 首先从本命下手 所以第一个 你就会知道 以慕生丁火克星金 他的地支 就会知道 魏徒 仇徒 生酉金 好 各位 你就会知道 以这个八字而言 在本命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 他的官运算好 好 在这里 但是在这个八字里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财运 他没有财运 没有财运 各位你会发现到 食伤 就是他的心金 是有伤的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天干有心金 地支有酉金 还是会以酉金 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所以看起来就是财星 表面上就普普通通 实际上还可以 实际上还可以 这就是他的一个本质 他的本质 然而 各位 他现在 进入了 甲午大运 各位 甲午大运 你们 会怎么样的判断 甲午大运 现在你们会怎么看他 神话马上一出手 日主授克 没有错啊 所以首先我们会知道 日主授克 好的他就会怎样 降低 坏的他就会加成 所以 五位一合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 其实他在现在来讲的话 以这一柱大运 会是他人生 比较低潮的一柱大运 当然低潮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甲木 这个甲木 这个甲木不好 然而 他就是要解决甲木跟 几土这之间的一个问题 各位 各位我们就会知道 要把甲木干掉 所以有哪几个 有哪几个字 会对他不错 各位来 一柱柱 David 你好 来赶快 有哪几个字 悟 那再来勒 乙跟会合 所以他比较好的悟 悟跟疾 悟跟疾 这是他官运会变好几年 然而各位 假如你要看他的财运 这个八字的财运是怎么样 假如要看财运 这八字的财运如何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癸还不好 你还以为癸很好 癸水生甲木更克财 所以其实真正有用的就只有害 其他的都不行 所以就会知道说 其实进入了这一个运 他之前的运是乙位 他之前的运是乙位 那在乙位 他就没有日主受克 反而以官运来讲是好的 然后 财运的部分 这其实差不多差不多 但是进入了甲午 各位 进入了甲午大运 整个都不行了 因为这是他人生的一个低潮的时间点 所以在这一个情况下 就只能够在工作上好好的做就好 不要想说要发光发热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为任赢 那任赢的话 我们会知道 会把他的丑土干掉 人际关系差一点 但是相对而言他的官运是会好一点 但是他官运好 他也没有说 感觉到 了不了解 他没有感觉到说 到底会有多好 然而在明年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说 在明年是奎 奎卯 奎卯来讲的话 就是他这一柱运的最后一年 他地支依旧还是一样 会出现一个问题 土生金克卯木 所以他地支会出现破关 天干水生木再压进来 日主受克加强 所以明年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 明年要特别特别注意 官运特别差 那官运会验证在两方面 工作 那假如有孩子的话 跟孩子也要注意 会不会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这个八字 在这个运程里面 是很糟糕的 那等到了 他过了以后 他就进入了奎氏大运 奎氏大运 我们就可以知道 金 生水 生 天干 脱困了 也就是说 最起码官运不会差了 他不会差了 那不会差了 再来就是地支 地支 我们可以知道 四活生 丑土 未土 生 有金 所以他下一个运 其实算不错 下一个运 其实算不错 但是第一年假成不好 假又直接干他 地支 成有又在合 食伤会消失 但是 各位 你就会知道 假成 假成年 就还是一样 没有脱困 但是这一个运 他就会 第一个 财运也来啦 官运也来啦 所以他下一柱 大运对他来讲 就是人参的一个 转折向上的点 各位 你会发现到 他地支是火生土来生金 所以其实是食伤的特质 地支是食伤的特质 所以他就可以 会变成是什么 可以去做一些 比较跟 专业有关的工作 而且 因为财也出来 其实在财运上 他也会 不错 官运也有 但是这个八字 假如直接去走官的话 因为他地支走食伤 可能会 比较会抱怨 了不了解 比较会抱怨 的一种情况 所以各位 要了解 其实他下一柱运 会是一个很好的运 人参最低潮 差不多就是在这一个运 这个运只要低调 然后 低调过 还有一点小小成就的话 其实 还算 就表示说 到下了 下一柱大运 他其实 就一定会比现在要好很多 要逃很多 毕竟来讲 好不容易有大运的财了 你管他天干财地支财 有用就好啦 了不了解 有用就好啦 对不对 所以 下一柱大运 好好努力 那也就是 到以四运 以四年去了 到以四年 以四年 二五年以后 二四年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低潮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 各位 这个八字 你看 都纯 都是 阴的 八字 纯阴 他也不算 这个严格来讲 不算纯阴 因为 要 连帝之长甘 连帝之长甘 都是阴的 这边是己葵心 那这是心金 那这一个 亥卯卫 确实 对 他这个八字全阴 他连帝之长甘 都是阴的 那又 那又如何 又如何 一样普通人 不会如何 八字全阴就全阴 又会怎样 阴的就会怎样 会比较像娘娘腔吗 一样啦 不会娘娘腔 八字全阴也不会见鬼 什么都不会 没有很特殊 为什么 因为你全阴 就只会在某一段时间嘛 了不了解 你全阴 就只会在某一段 而且你上一柱大阴还是阳的 那你根本就没有八字全阴 那你是要八字 要到大运是阴的 你才有可能全阴 而且流年还是阴阳 阴阳在轮 所以你只是暂时会全阴 但是那只是暂时而已 了不了解 所以这个八字 各位 你就会知道 全阴又如何 都是 这样子而已 没有什么很奇特的 都是普通人 一样还是一样回归五行流通 所以 有些人会说这个人八字全阴 全阴的话 就 会怎么样又怎么样 其实不会 了不了解 不会 因为毕竟来讲 全阴只不过是 所有排列组合当中的一种而已 他并不是很特殊 他也是所有排列组合当中的一种而已 那个没有什么 把自己这里 今年 明年 后年 这三年把自己 低调一点 然后搞胖一点 爱吃就吃 吃 凡事低调一点 可以多多的学习 反正你的运快到了 这时候学习 等到运到了 可以发挥 那加分就会 飞的 特别快